2017-18赛季常规赛MVP将在两个詹姆斯当中产生,外媒力挺东山,这赛季的常规赛MVP花落水家,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,看完常规赛的表现,大家对哈登的呼声最高,也的确,哈登常规赛的表现很亮眼,下面随我来看看哈登的数据及表现吧。 2017-18赛季,詹姆斯哈登常规赛场,均砍下30.4分5次篮板8.8助攻的全面表现,并带领火箭取得了联盟第一的战绩,带队能力毋庸置疑,而且MVP奖主要的指标是个人对球队的贡献率。 单从这点来看,哈登就配得上MVP奖杯,但是今年的MVP被哈登拿定了吗?我看未必,别忘了还有勒布朗詹姆斯哦,而且外媒力挺勒布朗詹姆斯,老詹为什么能够上榜呢? 先来看看他这赛季常规赛的表现吧。 场均27.5分8.6篮板9.1助攻,除了得分上比哈登少,篮板,助攻都胜过哈登,而且33岁的老詹常规赛82场全勤,哈登出战72场,值得一提。 老战场均命中率高达54.2%,而哈登则是44.9%,客观地说詹姆斯比哈登更累,哈登有保罗,而詹姆斯只有一人,在球队又当爹又当妈,而且能够将骑士队带到东部第四已经很不容易了,考虑到詹姆斯已经33岁了,还能打出统治机的比赛,而且本赛季詹姆斯打破多项历史记录, 还有詹姆斯巨大的影响力,这赛季哈登的MVP真的很寻哀,而且外媒认为哈登除了带队战绩胜过詹姆斯,其余的数据,詹姆斯几乎是碾压哈登的,本赛季常规赛MVP之争,西战vs东战,你支持谁,欢迎关注我的投票号,辣妈砍球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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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